生活中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吃南瓜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南瓜里面加一样东西 竟然可以治膝盖疼 现在老安就来为您介绍一下 南瓜营养丰富 可饭可菜可药 据报道 日本的北海道有一个村子 村民以南瓜为主食 村子里居然没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患者 因而南瓜成为风靡日本的天然食品 我国的研究数据表明 退化性的膝关系炎 总的患病率大约为15% 40岁以上的患病率10到17 60岁以上50% 而到了75岁以上 则高达惊人的80% 且女性的发病年龄 早于男性 平均在57岁 数量亦多于男性 男女比例大约为1比2.54 下面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防治退化性吸管炎的秘方 南瓜豆浆 首先我们看材料 就是南瓜和豆浆 其中豆浆呢 可以改用鲜奶 加一个鸡蛋 具体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看 取豆浆和南瓜各一碗 南瓜将外皮洗净 然后连皮带子切成小块 接下来呢 把南瓜和豆浆倒进大碗里边 又放进大锅里边 锅里呢 放8分满的水 按下开关蒸煮 最后 煮好以后啊 当早餐吃 味道还不错哦 如果坚持啊 天天吃的话 可以预防退化性的吸管阶炎 肩周炎 肌腱炎等等 如果已经有严重的退化性吸管阶炎的人呢 晚上9点再吃一次 持续的吃3个月 就会有明显的好转 70岁的陈老太的说啊 他10年前 发现患有退化性的吸管阶炎 一直啊 没有治好 后来朋友啊 告诉他这个秘方 他持续吃了3个月 情况 慢慢的发生了好转 现在 已经可以到处旅游了 那么南瓜 对人体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呢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南瓜可以有效的预防和治疗 高血压 糖尿病 以及肝脏的一些病变 又被称为啊 防癌食物之一 南瓜所含的甘露醇 有通便的功效 可以减少分辨中毒素 对人体的危害 对防止啊 结肠癌的发生 有奇特的功效 南瓜中啊 含还有一种 能够分解致癌物质 亚硝胺的酵素 它呢 可以消除亚硝胺的致癌作用 降低 消化系统癌症的发生率 通过今天的介绍啊 大家都了解了 南瓜的好处了吗 那就发给 有需要的朋友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